第二11章 谈判失败 听着美毒沙女王 这代表着拒绝的话语 很多人都是恶然了下来 虽说一伙力量极其庞大 可对于蛇人族来说 这东西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吧 毕竟相对于他们阴寒的血脉来说 一伙这种狂暴 而极其毁灭的东西 可是犹如水火一般 绝不相容啊 所以 当听的美毒沙女王 略微带着许些惋惜的拒绝话语之时 骨盒以及其身旁的岩狮 风鲤等强者 都是满脸错愕 这女人脑袋坏了 留着一个对自己没多少用的一伙干嘛 还不如交换点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这不是双赢吗 严实无奈地摇了摇头 低声不解地嘟囔道 一旁 风行者风鲤 也是微微摇了摇头 满脸的费解 与他们的错愕相比 城墙上空的月妹 以及莫巴斯 则是要平静了许多 在美毒沙女王的这番拒绝之下 他们便是彻底地明白了 她究竟是想干什么了 哎 果然呐 女王陛下看来是真的想做那事了 不然的话 她应该不会这么干脆地 拒绝这种交换条件 轻叹了一口气 月妹轻声道 莫巴斯轻点了点头 阴旧的面容上 有着一抹担忧与苦涩 则则 不愧是美毒沙女王啊 这般丰厚的交换条件 竟然拒绝得这般干脆利落 将身体隐藏在巨石之下 萧嫣抬起头 望着那妖艳的美人 忍不住地扎了扎嘴 的确有些奇怪 按常理来说 一伙对于蛇人来说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诱惑力啊 怎么她 却是将之拒绝了 难道是害怕 骨河得到一伙之后 实力大涨 而会危及蛇人族吗 可这理由也说不太通啊 类似丹王骨河这种级别的强者 一般极少参加双方的战斗啊 要不然的话 这美毒沙女王 恐怕刚刚现身 就会大开杀戒了 要老的声音中 同样满是疑惑 沉引了好半赏之后 似时忽然想起了什么 滴滴地失声道 难道 怎么了 老师 眉头微微皱起 硝烟在心中低声询问道 待会再与你细说 要老快速地回答了一句 然后便是沉默了下来 任由硝烟如何在心中呼喊 也是没有回应 再次呼喊了一声 硝烟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低声嘟囔道 神神秘秘 高空之上 骨河同样是被美毒沙女王的拒绝 搞得愣了一会 不过好在 她气度非常人可比 当下脸庞上的错愕 快速地被收敛而起 望着远处的美毒沙女王 轻吐了一口气 道 女王陛下 你的拒绝实在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并不太喜欢遮遮掩掩 所以 先前的交换条件 是我所能拿出的最珍贵东西 本来我以为 他们能够打动女王陛下的 可惜 我似乎失算了 骨河大师 你的条件的确很让我心动 不过因为一些缘故 一伙对现在的我来说 很重要 美毒沙女王妖艳的俏脸之上 婉西同样是未曾掩饰 显然 他对骨河所拿出的东西 并非是无动于衷 骨河叹了一口气 脸庞上的表情颇有些颓丧 他非常清楚 如果美毒沙女王不想交换一伙 那么 凭他们这些人的实力 是绝对不可能强行胁迫他 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如此想要留下一伙吗 骨河苦笑道 抱歉 不能 微微摇了摇头 美毒沙女王慵懒地挥了挥手 淡淡地道 算了 骨河大师 你们从哪来的 还是回哪去吧 至于那神秘赔偿也不必了 早点离开这里就行 我十人族八大部落的首领 已经在对着这里赶来 他们其中一些人 对于你们人类厌恶心颇重 所以你们还是趁早离开吧 免得到时候 又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听着美毒沙女王此话 骨河苦笑着叹了一口气 偏过头来望着几位同伴 满脸的无奈 老河 就这么走了 岩石瞥了一眼远处的美毒沙女王 皱眉道 不走还能怎么办 美毒沙女王的实力如何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强强的话 你们认为可能吗 骨河叹息道 说心里话 他自然也是不想就这么空手而回 可对方实力实在是太飘悍 而且 这又是在对方的地盘之上 若是强来的话 恐怕结局不会太好 拼得骨河的话 岩石与风鲤也是微微一致 以他们的实力 自然是不可能和美毒沙女王叫板 当下两人的目光 都是转移向一旁的黑袍人 低声道 云中主的意思 见到岩石两人的举动 骨河也是将目光投向黑袍人 等待着他的开口 黑袍人沉默不语 没有立刻回答岩石的问题 而他没有开口 众人也只好安静地等待着 对面的美毒沙女王等人 也是将目光停留在黑袍人身上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半赏之后 黑袍微微一动 人影缓缓地踏前了一步 黑袍微微抬起 露出一节雪白轻瘦的优雅下巴 淡淡的清冷声音 清零地传出 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之上 偶尔看见过一条 有关蛇人族女王的消息 上面说 若是当美毒沙女王达到窦皇巅峰之时 若是机缘足够 便能够有着一场奇异的进化 进化之后的美毒沙女王 不仅能够自由地转化成人参 而且实力 也会犹如水稻渠成一般的 晋升成为斗宗强者 只不过 这种进化的成功率似乎颇低 而且 最重要的 这种进化所必须的东西 便是一伙 我想 女王陛下不想将一伙交换出来 应该是打的这个 想要借助一伙进化的主意吧 黑袍人微微偏着头 平淡地道 果然 听得高空上响起的声音 显倒出来略微有些惊叹的道 没想到啊 美毒沙女王竟然是打的这个主意 呃 喂 小子 你有没在听啊 啊 被药老的声音扯回了神来 萧嫣有些疑惑地低声道 这个声音 怎么和那天夜里的不同啊 而且似乎还有点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老是有这感觉吗 我没事去管那些女人的声音干嘛啊 药老无奈地道 他对丹药的关注 远远超过了女人 再好听美妙的声音 似乎也让得难以有啥迷恋的感觉 可 善善地干咳了一声 萧嫣只得放弃思索声音来源的问题 迪声道 那美毒沙女王真的能够借助一伙 净化成为斗宗强者 的确可以 不过这净化的危险性极大 一个搞不好 它就会被一伙彻底焚烧成虚无 可若抗了过去的话 则真的会产生极为奇异的净化 至于哪种变化 我也不太清楚 这种事情 一般都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药老笑道 萧嫣苦笑了一声 这事情 怎么越搞越复杂了呀 当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抬头望着平静的天空 低声道 还是快点打起来吧 这样我就能有机会进去偷一伙了 美毒沙女王的气息略微有些奇怪 嗯 似乎总是有种虚幻的感觉 灵魂感知力 悄悄地扫掠着虚空 药老忽然有些奇怪的道 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 半晌后 萧嫣愕然道 你说这美毒沙女王是假的 相隔太远 而且怕被发现 所以 我也只是粗略地感应了一下 似乎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药老无奈地道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呀 再次嘀咕了一声 萧嫣逐渐地沉默而下 再度将目光投注到高空之上 听到那从黑袍人嘴中说出来的话 美毒沙女王的脸色明显微微有些变化 充满魅惑的瞳孔 紧紧地盯着黑袍人 其中寒气萦绕 轻声道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知道这些东西 真是有些让我意外啊 我不仅知道 你需要一伙来完成进化 而且我还知道 现在的你 只不过是一句 拥有美毒沙女王许些意念的能量体而已 我想 真正的美毒沙女王 应该是在某处地方准备着进化吧 黑袍人淡淡地道 黑袍人的话一出口 双方所有人都是微微一震 月妹两人更是脸色大变 互相对视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一抹担忧 云总主 你说现在的这美毒沙女王 只是一句能量体 岩石指着远处的美毒沙女王 满脸错愕地道 在她的感知之中 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呀 嗯 黑袍人微微点了点头 脚步倾抬 然后悄悄踏下 身形顿时 消失 在黑袍人消失的刹那 远处的美毒沙女王 翘脸微微一变 刚欲动身 一道漆黑的影子 便是瞬间出现在了身后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 轻叹而出 四急四缓地落在了 美毒沙女王后背之上 大胆 瞧得那瞬间闪掠动手的黑袍人 月妹与莫巴斯 脸色猛然大变 背后能量双翼一震 便是对着黑袍人急速扑来 嘿嘿 你们可飙乱插手 两道影子闪掠而至 在半途中 岩石与风鲤 将两人阻拦了下来 天空之上 原本还算和谐的气氛 顿时骤然变得剑拔弩张了起来 没有理会四周的举动 黑袍人身体微微前倾 望着身前那身子僵硬的 美毒沙女王 轻声道 我说得对吗 女王陛下 阁下不愧是窦皇强准啊 竟然这么快便识破了 我的能量分身 狭长的眸子微眯 美毒沙女王轻笑道 从容的模样 全然没有一点卑质的惊慌 想必女王陛下现在的真身 应该不能被惊扰吧 不然也不会让得我们这般放肆 嗯 挺不错的机会哦 黑袍人微微一笑 掌心猛然一颤 汹涌的进气破体而出 重重地轰击在美毒沙女王后背心之上 顿时 随着一道轻微的闷响 半空中妖艳动人的美毒沙女王 便是化为了一盆弹子的烟雾 缓缓升空消散 终于还是打起来了啊 望着天空上 那栋起手 同样是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黑袍人 小妍轻赞了一声 满脸的灿烂笑容 第212章 争分夺秒 在黑袍人将美毒沙女王的 能量体积散的那一刹 月妹与莫巴斯脸庞上 同时涌上暴怒 后者豁然转过头 对着下方城墙之上 无数的守卫低吼道 杀了这些人类 听得莫巴斯下令 城墙之上顿时响应起 巨大的愤怒硬喝之声 无数蛇人紧握着手中的毒毛 脚步在击退了两步后 猛然前冲 手中毒毛脱手而出 顿时 天空之上 黑压压的一片毒毛阵雨 对着不远处的黑袍人 以及骨盒等人暴尸而去 尖锐地破风声响 让得人耳朵隐隐有些发疼 淡淡地望着天空上 那声势浩大的毒毛阵雨 黑袍人身形 没有丝毫地移动 袖袍轻轻一挥 顿时 一道巨大的青色龙卷风 突兀地在其面前悬浮而出 青色龙卷风高速地旋转着 地面上的黄沙 被牵扯得不断对着其中涌贯而来 望着那越来越庞大的龙卷风暴 黑袍人犹如驱赶蚊子一般 随意地挥了挥手 顿时 青色龙卷风暴 猛然席卷而出 而那扑天盖地的毒毛阵雨 也是被风暴所散发 而出的狂猛犀利 给破坏的七零八落 偶尔穿透过风暴的毒毛 也是在难以对后面的骨盒等人 造成什么威胁 黑袍之下的一双毛子 盯着那城墙之上 一波一波不断抛射而来的毒毛阵雨 任由风暴将之阻拦而下 微微转过身子 望向骨盒等人 淡淡地道 闯进去吧 美毒杀女王现在想必 正在关键时刻吧 这种时候的她 极为脆弱 你若是想要得到一火 这是唯一的机会 闻言 骨盒眉头微微皱了皱 沉淫了瞬间之后 便是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她并非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该果断的事实后 绝不会因为那些 什么无聊的道义问题 而使得稍纵济世的机会溜走 老师 风鲤 上吧 你们帮忙阻拦下莫巴斯两人 我进入城中寻找一火 手掌猛然一挥 骨盒沉声道 嘿嘿 既然你这么说 那便大干一场吧 反正你是大款爷 受得伤越重 报酬越丰厚 严师咧嘴一笑 大笑道 闻言 骨盒有些哭笑不得摇了摇头 身体微微一颤 巨大的斗气双翼 在背后缓缓浮现 脚掌点过虚空 身体率先对着城市之内飙射而去 给我站住 瞧得骨盒的举动 城墙上方的月妹与莫巴斯顿时 闪略而来 满脸阴寒地将之阻拦而下 嘿嘿 你们的对手是我吗 凶猛的破风 进气破空而来 狠狠地对着月妹两人砸去 快速地闪避开进气的攻击 严师与风鲤 快速闪至月妹两人面前 笑眯眯地将之拦截了下来 美肚杀蛇位 拦住他 瞧得骨盒又欲直接冲进城内 月妹翘脸微寒 转过头来 对着城墙之上冷喝道 是 整齐的声音冰冷地硬喝 旋即十几道光影 借助着城墙的高度 闪电般地将骨盒拦截而下 杀了他 浮世略微有些怪异的十几名蛇人 目光阴冷地犹如一条毒蛇一般 死死地盯着骨盒 随着一声冷喝 十几人几乎是同时闪掠身形 凶猛砸出的禁气 在飞掠至半空时 却是开始互相融合着 而随着禁气的诡异融合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 也是城被的暴涨 脸色淡然地望着十几名蛇人的进攻 骨盒只是粗略一扫 便是将他们的实力分辨了清楚 两名斗灵 以及十来名大斗狮 这种级别 即使是他们拥有着 能够振服攻击力的古怪连击之术 不过这对于骨盒来说 依然是差得太远 手掌一开一合 淡蓝色的火焰 瞬间缭绕了骨盒的身体 背后双翼微微一震 双手闪电般地接出一个硬结 低声喝道 蓝颜滔天 随着鹤声的落下 淡蓝色的火焰 瞬间突兀出现在骨盒身前 在其挥手之间 铺天盖地地对着十几名蛇人暴射而去 而先前十几名蛇人的连击劲气 则是在这淡蓝色的火焰之下 化成了一片虚无 双翼微微一震 身形闪电般地 穿过十几名蛇人的防御 双手探身之间 劲气暗射 顿时 十几名蛇人吐血而退 以最快速度 击退这拦路之人 骨盒刚欲冲进城市 一股凶悍地 让其脸色微变的劲气 便是猛地自下方暴射而来 当下双翼震动 身形击退 这才显显地避开一只 飞射而来的蛇毛 美杜莎蛇尾队长 花神 一条曼妙的郊区闪掠上空 女子冷喝道 窦王 蛇人族的强者 果然不少啊 望着出现在面前的女子 骨盒略微感应了一下 对方的实力 心中顿时无奈地感叹了一声 对面的女子 似乎并没有与骨盒聊天的意思 一手扯过尖锐的蛇毛 蛇尾在虚空一摆 便是携带着凶悍无痞的静气 对着骨盒冲杀而来 然而就在骨盒准备动身迎战之时 黑袍人忽然闪现而出 淡淡地道 他交给我吧 你去找一伙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一旦美毒杀女王进化成功 我想 我们便只能有多远跑多远了 嗯 瞧得出现在面前的黑袍人 骨盒急忙点了点头 叮嘱了一声之后 便是在花蛇而愤怒的目光中 闪电般地掠进了城市之中 在城墙之上乱成一片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 一道影子 悄悄地从城墙之外溜了进来 途中在解决了几个 偶尔遇见的蛇人之后 便是撒开双腿 冲进了这座庞大的城市之中 背肩微微一颤 紫云一扑腾而出 硝烟低空快速地飞掠着 心中急声问道 老师 怎么样 感应到一伙的位置了吗 美毒杀女王很狡猾 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 将一伙的气息 分成了四份 四份气息的所在地 刚好是这座城市的四个角落 若是一个个搜寻过去的话 恐怕将会花费极大的时间 药老笑道 哎 狡猾的女人 那现在怎么办 闻言 硝烟眉头紧皱着 苦笑着问道 哼 放心吧 虽然她手段颇为高明 不过我再如何说 也是和一伙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其中的一些细小差距 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药老的笑声中 有着淡淡的得意 哪边 心中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硝烟急忙问道 动 药老快速地回道 嘿嘿 那骨盒走错方向了 闻言 硝烟顿时咧嘴一笑 满脸的幸灾乐祸 因为先前她分明瞧见 骨盒飞行的方向是北方 脚掌在一处防顶之上 快速点过 硝烟敏捷地避过 几只飞射而来的蛇毛 低头瞟了一眼 乱成一团的城市 然后扑扇着紫云翼 对着城市的东部 飞掠而去 在小心翼翼地 飞掠了将近十多分钟之后 一座庞大的神殿 缓缓地出现在了视线之内 就是这里面 小心点 一伙气息越来越浓郁了 在神殿出现之时 药老的提醒声 便是再度在心中响起 嗯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飞行速度逐渐地减缓 然后快速地闪进 一处黑暗之中 微眯着眼睛 望着神殿之外的森严防御 别浪费时间了 快点 若是美毒杀女王进化成功 现在的我 可拿她没办法 到时候 就只有逃命了 药老沉生道 嗯 快速地点了点头 硝烟悄悄地翻过神殿 借助着有药老帮忙掩藏气息 一溜烟地窜进一条走廊之中 然后拼命地对着药老指点的地方 奔跑而去 有着药老强大的灵魂感知力 在每次即将遇见对方的巡逻队时 硝烟都能显之又显地将之躲避开去 这般惊险万分地窜了将近十分钟左右 视线豁然开朗 一个小小的清澈湖泊出现在了眼中 湖泊中央 有着一个小小的岛屿 周围水波淋漓 没有任何通向其中的桥路 站在湖泊边缘 硝烟瞟了瞟清澈见底的湖水 舔了舔嘴唇 背后双翼微微煽动 可当他的身体刚刚进入湖面一米左右 一股诡异的能量 便是将他的身体猛地拍向湖水之中 在身体即将沾染到湖水之时 硝烟心脏猛然紧缩 一抹不安飞速闪过 条件反射般地从那界中丢出一块玉尺 然后脚尖轻点在上面 借助着这股浮力 身体贴着湖面暴射回了湖边 显显地立在湖泊之边 硝烟回头望着那转瞬间 就被侵蚀成了一片虚无的玉尺 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 小心点 湖面上空有着能量静止 任何飞行的东西 都会被强行挤进湖泊之中 而且 湖泊之中明显有着剧毒 沾上了一点 恐怕即使是斗亡强者 也有些麻烦 要老的声音在心中响起 妈的 低声骂了一句 硝烟焦躁地握着拳头 拌上后 深吐了一口气 苦笑道 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 跟上次进入岩浆湖泊一样 我用一伙把你包裹吧 你加快速度 赶紧到小岛上吧 不然的话 恐怕就会腐蚀得尸骨无存了 要老略微沉吟 旋即无奈地道 那赶紧吧 时间宝贵啊 硝烟激动地搓着手 催促道 要老轻嗡了一声 身体之上 森白色的火焰逐渐缭绕而出 片刻之后 将身体完全地包裹而尽 妈的 拼了 站在湖泊边缘 硝烟望着清澈的湖水 狠狠地咬了咬牙 然后闭上眼 扑通一声 跳了下去 第213章 再见清廉的星火 身体犹如鱼儿一般 破水冲进清澈的湖泊之中 硝烟目光在体表之外的森白火焰处 瞟了瞟 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 此时 在古灵冷火那奇异的温度之下 周围的湖水 已经犹如废水一般地滚动了起来 在不断鼓冒着白色水泡之时 一缕缕肉眼难以察觉的身子液体 缓缓浮现 不过 当这些身子液体 在即将接触到森白火焰时 便是被古灵冷火 给冻结成了一道道极为细小的小冰丝 然后缓缓地坠落进湖底之中 望着那些不断在周身涌现的紫色小冰丝 硝烟头皮有些发麻 没想到这看起来极为平静的湖泊 竟然暗中隐藏着如此多足以致命的毒液 抓紧时间吧 这些毒液毒性极烈 虽然有着一伙的保护 可以阻止他们的入体 不过对于我的灵魂力量来说 消耗太大了 就在硝烟惊叹之时 药老的沉生在心中忽然响起 嗯 急忙点了点头 硝烟双脚一弹 脑袋浮出水面 望着湖中心的小岛 轻吐了一口气 然后双臂急速滑动 身体带出一道水痕 逐渐地靠近着湖泊 一路平稳地滑至快要接近湖泊中心小岛的位置 而就在硝烟即将松了一口气之时 前面平静的湖面 猛然轰然抱起漫天水花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得硝烟心头猛的一紧 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水花抱舌之处 瞬间后 瞳孔皱缩 水花逐渐飞洒而落 某一刹那 一条通体布满碧绿鳞片 脑袋 呈三角之状的巨蛇 猛然从湖底暴冲而出 然后张大着猙獰的巨嘴 狠狠地对着硝烟视咬而来 菱形的瞳孔中 遍布着一股野性的凶残 妈的 这小小的湖泊 也实在是太变态了吧 巨蛇的狂暴攻击 让得硝烟怒骂了一声 手掌重拍在水面之上 顿时 水面四溅 而借助着这股力量 硝烟的身体 完全脱离出水面 微微下倾 最后几乎是与湖面形成了一道平行弧度 脚尖闪电般地 轻轻点在一簇拍打而来的水浪之上 顿时 硝烟的身体 砰的一声 犹如出塘的炮弹一般 贴着水面 爆射了出去 砰 砰 砰 身形狂猛地对着小岛飙掠着 身后响起几道剧烈的浪涛炸裂声 那是巨蛇的攻击 落空后 造成的声势 对于身后蕴含着腥风的静气 硝烟并未太过在意 借助着这股冲击之势 接连躲过巨蛇好几次的袭击 最后在距离小岛仅有十来米距离时 微微冷笑了一声 硝烟手指轻弹那戒 一块木板从中落进了水面之上 在气急将被湖水中的毒液腐蚀的前一煞 硝烟脚尖点在上面 身体微沉 然后再度爆射而出 瞬间之后 终于是进入到了小岛的范围 身体凌空一番 双脚微蹲 双掌轻按着地面 稳稳地着落 脚掌踩着小岛 硝烟回头望了一眼 发现自从进入小岛周围十米范围时 那条猙獰的巨蛇 便是有些慰藉的 不敢再前行 摇摆在蛇尾 在小岛之外徘徊者 深吐着星红的蛇性 狠狠地瞪着硝烟好片刻后 方才无奈地再度沉入湖底之中 望着那缓缓变得平静下来的湖泊 硝烟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过身来 望着这座小岛 小岛面积不算很大 其中四处种植着 郁郁葱葱的竹林 以及一些花草 看上去生机勃勃地颇为漂亮 一伙的气息啊 深吸了一口空气 这般近距离的接触 似乎连硝烟都能感受到 小岛之中隐藏的一伙存在 漆黑的眼眸中 跳动着炽热的火焰 紧紧地握了握拳头 硝烟在心中暗暗发誓 这一次 无论如何 都必须将一伙弄到手 因为为了她 她付出了实在是太多的努力 身体之上 森白色的火焰 逐渐地湮灭而下 要老的声音 再度响起 小心点 美杜莎女王也在里面 不过现在的她 应该没心思注意你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的呼吸逐渐地平稳 站在琥珀边缘 好片刻之后 方才迈着轻巧的步伐 缓缓地钻进竹林之中 行走在竹林之中的小路之上 安静的气氛 除了硝烟脚步 落在草叶之上 那极其微小的轻声之外 便是再无其他任何声响 虽然此时要劳 已经没有开口引路 不过硝烟 依然是能够凭借着空气中 隐隐传来的 那抹奇异一火气息 而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 脚步不急不缓地 转过几条小道的镜头 眼前的视线逐渐地开朗 而在转过小路的那一瞬间 硝烟的身体 便是骤然弯曲了下来 将身形快速地掩藏在一处草丛之中 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 望着那小岛中央的一处空旷地带 这里是一处圆形空旷地带 周围的竹子以及花丛 都是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细小而光滑的石子 洒落其中 石子在空旷的地带内 凹陷成了一个小小的池子 小池之中 盛满着晶莹剔透的水叶 水叶表面之上 白雾缭绕 即使是相隔甚远 可硝烟依然是能够感受 其中所蕴含的极寒温度 冰临寒泉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晶莹水叶 扮上后 硝烟心中长长地吸了一口凉气 这当初他费尽心机 才从古特手中 换得小小一瓶的冰临寒泉 在这里 竟然是盛装满了一个小池 则则 这手笔 简直是大的有些恐怖 心中的震撼 缓缓地平息而下 硝烟逐渐地移动了目光 最后停留在了小池子中央位置的一个 由奇异水晶所雕刻而出的莲花座上 此时 在那莲花座上 一团青色火焰 正在缓缓生腾着 望着这团青色火焰 硝烟的眼瞳 骤然间缩成了针尖大小 漆黑的眸子中 一股名为渴望的狂热 突破了硝烟的重重束缚 毫无遮掩地 出现在了少年清秀的脸庞之上 这团青色火焰 极具灵性 在微微翻腾之时 十二凝聚成莲花之状 十二凝聚成一条细小的青色火焰小蛇 在莲花座中浮空盘旋着 温顺的模样 极为可爱 眼睛眨也不眨地 盯着那不断变换着形态的青色火焰 隐藏在树丛之中的硝烟 嘴角不断地抽搐着 贴在地面上的手掌 因为激动 已然狠狠地 扣进了泥土地面之中 终于找你了 死死地盯着 那团青色火焰 硝烟紧抿着嘴唇 虽然她从未见过青莲的星火 是何种模样 不过曾经在青莲之上 修炼过的她 却是能够隐隐地 从那团青色火焰之中 感受到一股 与青莲同处一脉的熟悉的感觉 在费尽几年的辛苦与努力之下 这是硝烟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看见一伙 当然 要老的那一伙除外 有着要老灵魂控制的古灵冷火 根本难以让的硝烟 察觉到一伙的可怕与狂暴 那座水晶莲台 明显也不是普通之物 每一次在青色火焰 即将游出连座范围之时 一圈淡淡的白色光照 便是突兀的浮现 然后将一伙弹射而回 目光仔细地扫过池中 硝烟发现 每当一伙与光照接触之后 那池中的冰临寒泉 就会微不可查地减少一丁点 显然 水晶莲座 应该是借助了 冰临寒泉的力量 方才能够将青色火焰 困在其中 目光扫过小池子之后 硝烟视线对着左边 移动了过去 当一张美丽地几乎 到达了妖艳级别的熔岩 印入眼中时 硝烟本就微弱的气息 更是不自觉地再度压了下来 面对着这位窦皇级别的 超级强者 硝烟就如同是心头 被压上了一块大石一般 极为压抑 此时的美渡沙女王 与先前出现在城外的 那道能量体 没有丝毫不同 一套奢华昂贵的紫色锦袍 将曼妙的郊区包裹其中 锋满火爆的玲珑身材 释放着妖娆的诱惑 一对狭长的担子眸子 眼波流转间 魅惑天成 几乎能将每一个男人的视线 给吸扯而过 紫色锦袍之下 露出一截紫色的蛇尾 慵懒地扫动着 释放着野性与异样风情 现在的美渡沙女王 美眸正紧紧地盯着 小池中的青色火焰 在光亮的反射之下 担子的眸子中 也是跳闪着火焰的弧度 这般静静地 盯着青色火焰许久 美渡沙女王 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天色 旋即威摆着蛇尾 火爆的娇躯 缓缓立了起来 是时候了呢 滴滴地呢喃了一声 美渡沙女王妖艳的脸颊上 闪过一抹罕见的肘蜂 瞬间后 愁愁化为坚定 紫色锦袍之下 露出两节雪白的浩腕 先手在身前 缓缓地接出几个硬结 随着美渡沙女王 手中硬结的变动 水晶连坐忽然一阵巨颤 其上面的光幕 逐渐消失 而当光幕消失之后 其中失去了束缚的青色火焰 猛然暴冲而出 见风暴涨 只是眨眼时间 便是化为了一团汹汹烈火 在这团青色烈火之下 小池之中的濒临寒泉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着 没有理会 周围被熏烤得急速枯萎的竹子 美渡沙女王背齿轻咬着红唇 玉手缓缓解开紧袍的扣子 旋即一句 宛如是上天杰作的完美玉体 便是这般赤裸裸地 暴露在了竹林之中 第214章 进化开始 绿意聪裕的竹林之中 白玉般的完美丰满胶躯 释放着让人口干舌燥的诱惑 美丽的容颜 不经意间 透着一抹宛如妖精一般的妖艳 修长白皙的脖梗 露出一节优雅的弧度 目光缓缓一下 一对丰满的挺翘胶乳 圆润而娇嫩 或许是因为炽热高温的缘故 一滴晶莹的水珠 从脖梗处浮现 然后一路滚落而下 悄悄地划过 一只丰满圆润的胶乳 最后划起一道 略微有些淫晦的弧线 滴落而下 纤细的柳腰 似是不足盈盈一握 然而略显轻瘦之间 却是透着一股柔韧的感觉 平坦而娇嫩的小腹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一眼望去 很是有种 让得人忍不住伸出手来 微微游动的冲动 在那仙妖之下 便是充满野性的紫色蛇尾 蛇尾微微摆动 异样风情 展露无遗 小小的竹林之中 这句不知 让得多少男人垂涎不已的娇躯 便是这般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保了某人的眼福 草丛之中 硝烟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句 让得男人为之疯狂的赤裸娇躯 一个不察之间 小腹处 一股邪火猛然腾上 将其害得脸色涨红 好半晌之后 方才咬着牙 运转着斗气 将体内躁动的邪火给压了下去 这女人 太可怕了吧 再度抬起头来 可硝烟却只敢 将眼睛盯着半空中腾烧的一伙 再也不敢去瞟 那句充满诱惑的妖娇娇躯 生怕会因为一个不慎 便将自己给暴露了出去 美渡沙女王天生 便是拥有一种魅惑力 这种魅惑力 对于男人来说 便是最剧烈的春药 当然 以她现在的实力 那股魅惑力 已经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地步 不过当她赤身的时候 那股魅惑 也会自然而然地释放而出 小心点吧 小家伙 色字头上一把刀呢 要老语重身长地道 听得要老这忽然冒出来的话语 萧炎只得干笑了两声 旋即善善地点了点头 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周围炽热的温度 让得萧炎抹了一把汗 在心中问道 再等等吧 现在的她 虽然全部注意力放在一伙身上 不过若是发现了你的踪迹 肯定会先把你这小虾米给解决的 虽然我能带着你逃跑 不过一伙 那便继续等等吧 闻言 萧炎裂了裂嘴 再度沉默了下来 目不斜视地 盯着不远处的空旷地带 任由紫色锦袍滑落在地 美渡沙女王缓缓地上前了一步 轻声难难道 若是想要按照循规蹈矩的办法来修炼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触摸到斗宗的门槛 所以 想要快速地递进及斗宗 也唯有这条路可走了 纤细的御手 轻轻贴着香肩 美渡沙女王 对着半空中的一伙微微弯腰 旋即缓缓抬头望向城墙之处 能量剧烈波动之处 美眸中略过许些寒芒 先只略开额前的青丝 淡淡地倒 若是进化成功 今日此处的所有人类 都得涌流沙漠 说完这句略微冰寒的话语之后 美渡沙女王先手 将竖着青丝的紫色袋子 随意地扯下 顿时 乌黑柔顺的发丝 便是一路洒落而下 垂直柳腰之间 轻轻地甩了甩头 发丝随着而动 随意的动作 让得美渡沙女王 更是平添了几分妩媚风情 双手微微合拢 美渡沙女王美眸微臂 玉手不断地变换着奇异的手印 而随着其手印的变化 竖灵之间的天地能量波动 忽然变得剧烈了起来 躲在树丛之中 发现这一变化的萧炎 顿时心头一惊 身体微微拱起 准备随时应对着各种突发状况 他究竟想干什么 竖灵之中 波动越来越剧烈 到的最后 竟然是隐隐地在小岛上空处 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 望着这变化 萧炎心中惊恶地道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美渡沙女王的进化 颇为神秘 我以前也只听说过 却从未见过 不过似乎这个进化渠道 没有太大的准确性 嗯 也就是说 就算它成功了 会进化成什么 那也没人知道 这个东西 似乎是随机的 要劳苦笑的 可有一点能够确定 反正还是会与蛇有关就是 听着要劳之有些乱七八糟的话语 萧炎无语地摇了摇头 放弃了想要细问的打算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身体 已经被一圈浓郁光芒 所笼罩的美渡沙女王 光芒不断地长缩着 片刻之后 一道有些类似狮吼 又有些似虎啸的吼声 从光芒之中浩荡传出 而在这吼声传出后不久 刺眼的光芒骤然大涨 在这股刺眼强光之下 萧炎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再度睁开 却是满脸震撼地发现 在那小岛上空 一条足有十来丈的紫色巨蛇 正悬浮而立 紫色巨蛇 身躯修长而有力 隐隐地有着一种优雅的美感 那淡紫色的瞳孔 也并非是犹如先前硝烟 在湖泊中所遇到的巨蛇那般凶残 然而是透着 许些宁静与淡然 紫色巨蛇在半空中 缓缓地扭转着身体 巨大的头颅 微微转向那一片混乱的城墙之处 这时 淡紫瞳孔中 方才会略过许些寒芒 城墙之边 黑袍人悬浮在半空之上 淡淡地瞟了一眼对面 那颇为狼狈的花蛇 瞬间后 似是有所感应一般 猛然回转过头 目光紧紧地盯着城市 另外一角处的漫天紫光 黑袍下的毛子微眯 轻声喃喃道 进化要开始了吗 该死的人类 等女王陛下进化成功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抹去嘴角的一抹血迹 花蛇阴冷地道 如果进化失败 不用我们动手 它自然便是会消失在这片天地间 花蛇的威胁 没有让那黑袍人 有着半点的动怒 它似乎天生 便是这般淡然的性子 很少有着什么东西 能够让得它表现出惊慌失措 这样的人 就犹如那天空上的白云一般 虽然慵懒淡然 可却有着 俯视万物的睿智与镇定 而且你也清楚 这种进化是毫无规则性的 就算最后成功了 可会进化成什么模样 谁也不知道 黑袍人轻声细语地道 女王陛下一定会成功的 脸色一变 花蛇而色立内查的一声怒喝 脚掌踏在城墙之上 斗气狂勇 对着黑袍人怒冲而来 其实 我也很想看看 美毒沙女王进化成功后的结果 淡淡地望着那怒冲而来的花蛇 黑袍人轻笑着摇了摇头 双手挥动 十几道足足十来张巨大的青色锋刃 对着前者轻飘飘地切割了过去 这是美毒沙女王的本体 震撼地望着天空上的巨大紫蛇 硝烟忍不住轻声道 蛇人族与人类不同 他们在出生之后的不久 就会被用秘法 将一条蛇形魔兽的灵魂 灌注进入身体之中 随着年龄以及实力的增长 这种作为半生灵魂的蛇形魔兽 也会逐渐地与它们相融合 最后不分彼此 融合了蛇形灵魂之后 在遇见强敌之时 它们便能召唤出 类似现在的这种本体 那时候 实力将会暴涨很多 这也是蛇人的最后底牌 要老在硝烟心中解释道 哦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抬起头 手掌磨缩着下巴 难难道 他 打算怎么办 不会是一口把一火吞了吧 如果被他给吞了 我怎么办 这个 听着硝烟的问题 要老也是一致 玄机无奈地道 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 我不认为他能成功进化 一火的毁灭力量 不是开玩笑的 虽说他是一名斗黄强者 可想要抵抗住一火 依然很困难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苦笑道 还是先等等吧 现在冲出去 恐怕会被那狂暴的清廉的星火 给焚烧成一片虚无的 嗯 小心一点 万一出现问题 随时准备逃命吧 一火与美毒杀女王 都是极其危险的生物 要老提醒道 苦笑着点了点头 硝烟也是一言地 将警惕性提升了许多 目光紧紧地望着半空中的巨大紫蛇 炸也不炸 巨大的身体盘旋在半空中 浓郁的紫色光芒 从紫蛇体内涌出 最后几乎将整座神殿包裹在了其中 他是在布置能量结界 想必应该是怕被骨盒那些家伙打扰吧 看来这种进化 的确是必须安静的环境 他挺倒霉的 正好会在今天遇见这群家伙 要老笑 盈盈地道 嗯 不过没有他们帮忙搅浑水 我们也没机会进来 笑着点了点头 硝烟目光紧盯着半空中 瞬间后 脸色忽然一凝 沉声道 他要开始了 随着硝烟的话落 天空之上 巨大的紫蛇在盘旋了几圈之后 猛地发出一声清脆的低音 然后义无反顾地 一头对着那团青色火焰钻腾而下 这疯女人 瞧得紫蛇的举动 硝烟顿时吸了一口凉气 身形急忙后退 在硝烟死死的注视之下 巨大的紫蛇 瞬间便是飞掠而下 没有丝毫的迟疑 拼命地冲着青色火焰内 钻了进去 在紫蛇钻进一伙的刹那 美渡沙女王那凄厉的尖叫声 顿时有些让人头皮发麻地响了起来 第215章 净化成功 听得一伙之中传出的美渡沙女王 凄厉的尖叫声 硝烟全身顿时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 目光透过竹叶的遮掩 望着半空上的那团青色火焰 其中 巨大的紫蛇 正在疯狂地翻滚着巨大的身躯 在硝烟目所能及之处 能够清晰地看见 紫蛇身体之上的蛇鳞 在刚进入一伙之中后不久 便是开始急速扭曲 最后生生地被一伙烧得焦黑 无力地从紫蛇身体之上 掉落而下 蛇鳞掉落之后 烟红的鲜血鼓鼓而出 不过这些鲜血刚刚出现之后的瞬间 便是被一伙那恐怖的温度 焚烧成了一阵虚无 导致最后 在那紫蛇的身体之上 多出了一条条刺眼至极的血色痕迹 吱 吱 站在小岛之上 硝烟甚至能够听见 从一伙之中传出来的滋滋声音 而因为鲜血的急速流逝 紫蛇 那巨大的身体 也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地缩小着 能够将一名高傲而强大的王者 弄得发出这般疯狂的凄厉尖叫 难以想象 现在的美渡沙女王 正在承受着何种剧烈的痛楚 在一伙的焚烧之下 那已经不光光是身体之上的痛楚 甚至连灵魂 都是逃不脱一伙的焚烧 那种痛楚 实在是有些可怖 站在远处的一处石头之上 紧紧地盯着那团火焰的硝烟 脸色有些苍白 美渡沙女王那凄厉的 几乎让人心颤的尖叫 实在是给予了她颇大的震撼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 真的是有些偏执与疯狂 由于美渡沙女王弄出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 凄厉地尖叫声 几乎响彻了半座城市 当下 无数蛇人强者 皆是闪略上房顶之上 满脸骇然地望着那紫光暴声之处 一些人想要冲过去 可却是被凶悍的紫光给抵挡在外 当下只能站在外面 隔着老远的距离 焦躁不已地望着 那在青色火焰中 激烈翻腾的巨大紫蛇 天空之上 一道光影 急速对着紫色光芒处狂掠而来 片刻之后 停不在了紫光之外 露出了满脸凝重的骨盒 美渡沙女王开始惊化了吗 紧紧地望着远处神殿之中的青色火焰 骨盒轻声道 手掌不自觉地紧握在了一起 苦笑道 现在 难道只能等着最后的结果吗 那个 老师 现在怎么办 转头四下看了看周围被惊动而来的人影 萧炎微微皱了皱眉 望着那团 几乎将空间烧得有些扭曲起来的青色火焰 心中问道 唉 等吧 这种时候的青莲的星火 已经被美渡沙女王刺激地狂暴了起来 任何接近她一定范围的东西 都会被烧成一片虚无 要老无奈地道 闻言 萧炎目光对着青色火焰下方扫了扫 发现原来那里盛满濒临寒泉的小池子 早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粗略地望去 空洞恐怕至少有着十几米深 而且 在一伙周围的那些竹林 也是在瞬间化成了灰烬 微风吹拂而过 大片的竹林化为平地 好恐怖的破坏力 抹了一把脸庞上的汗水 感受到周围越来越炽热的空气 萧炎身体微微一震 将紫火沙衣召唤在身体表面 并且击退了好几步后 这才略微好受了一些 青色火焰之内 美渡沙女王凄厉的尖叫声 在高抗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这才逐渐变得微弱起来 而此时 或许是因为力量已经耗尽 紫蛇巨大的身体 几乎已经停止了翻滚 原本布满漂亮紫色鳞片的身体 现在也是一片焦黑 十几丈长的身体 被生生地 烧得只有两三丈 难以想象 这具躯体中 被一火 烧毁了多少骨骼与鲜血 紫色光幕之外 越来越多的蛇人 住立在周围的房顶之上 呆呆地望着 那不断翻腾的紫火 在某一刻 凄凉的嘶鸣声 响彻了整座城市 顿时 一股悲凉的气氛 笼罩了这锁蛇人族 最神圣的城市 青色火焰之中 美渡沙女王的身体 动也不动地静躺其中 任由清廉的星火 在其身上不断地焚烧着 淡淡的焦臭之味道 缓缓地传了出来 失败了 紫色光幕之外 黑袍人忽然闪略出现 骨骼身旁 望着那在一火中 失去了动静的美渡沙女王 莫名地轻叹了一口气 略微沉默了一下 旋即对着后者所在的方位 微微弯身 虽然他的性子 同样高傲且淡漠 不过对于这个为了进化 而有着让一火焚身的 勇气的王者 他觉得 理应给予他相当地尊重 唉 望着青色的火焰 一旁的骨盒 也是轻叹了一口气 这位曾经让得 加玛帝国强者 阶层大为头疼的 美渡沙女王 便是这般的陨落了吗 真是有些戏剧性啊 整座城市 随着美渡沙女王间 叫声的湮灭 也是逐渐地陷入了 死一般的沉默 片刻之后 一双双仇恨的目光 转移向了半空中的骨盒 以及黑袍人身上 没有理会那一道道 仇恨的目光 黑袍人淡淡地盯着 远处的那团青色火焰 片刻之后 黑袍下的戴霉微微一皱 抬起头来 望着忽然变得昏暗了 许多的天空 略微沉默 清冷的声音中 多了一抹凝重 有点不对 怎么了 闻言 骨盒神色也是一景 急忙问道 天地能量 忽然暴动起来了 黑袍人望着天空 轻声道 见状 骨盒也是 赶紧抬起头 将目光望向天空 旋即脸色微变 只见那原本清朗的天空 此时忽然变得昏暗了许多 一团团不知从何而来的乌云 缓缓地笼罩了天空 突如其来的变况 让得所有人 都是有些恶然地 望着天空上的异状 满脸的迷惑 哄 乌云之中 忽然传出轰鸣的雷霆之声 银色的闪电 在其中胡乱窜动 犹如一条条银色长蛇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察觉到乌云中 所蕴含的狂暴能量 骨盒咽了一口唾沫 干涩地问道 黑袍人紧紧地 盯着天空上的乌云 沉声道 我曾经看过一本古籍 里面记载 远古的一些传说级别 魔兽降生 或者晋级之时 会由于体内巨大能量的不协调 而引发一些天地异象 不过 这些传说级别的魔兽 可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他们其中的一些佼佼者 甚至能与斗宗斗圣级别的人类强者相媲美 现在的斗气大陆 所存在的这种传说级别魔兽 似乎已经并不多见 看现在的情况 最有可能的 或许应该便是美毒沙女王所引发的吧 你的意思 它进化成功了 骨盒眼瞳微微一缩 略微有些惊骇地道 不太确定 黑袍人摇了摇头 轻声道 需要撤走了吗 骨盒紧皱着眉头 迟疑着问道 先等等吧 就算它成功进化 可在一火中被焚烧了这么久 能量也是损失不小 这种时候 找个地方安静养伤 才是最明智的打算 黑袍人微微摇头 沉吟道 这也好吧 再看看 闻言 骨盒愁出了一下 点了点头 刚欲抬头 脑袋之上的乌云层中 便是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之声 煞时间 天地为之一亮 一道巨大的银色雷霆霹雳 从云层中暴射而下 最后穿进紫色光幕 砸进了那团青色火焰之内 雷霆来得快 去得更快 众人耳边的雷霆爆鸣声 还未完全消散 天空之上的乌云 便是开始了急速消退 瞬间后 炽热的阳光 再度笼罩着城市 耳机的轰鸣逐渐地退去 无数人都是急忙将目光 投向紫色光幕之中 然而 在先前雷劈劈下之后 淡淡的青色雾气 便是从小岛中渗透而出 同时 也将众人的视线遮掩了去 青色雾气 是先前雷霆与一伙相碰撞 而挥发出来的东西 灵魂力量侵蚀不尽 里面的情况 已经完全被隔绝了 灵魂感知力 在光幕中扫了扫 骨盒摇了摇头 皱眉道 等着它散去 黑袍人平静地道 骨盒点了点头 然而体内斗气 却是逐渐地涌动了起来 随时准备着撤退 在天空上雷霆披下来之时 萧炎便是率先 躲在了一块巨石之后 不过绕事如此 雷霆的巨大冲击力 依然是将巨石震成了粉碎 若不是关键时刻 要老出手护了一把 恐怕萧炎当场 就得被这股力量给震死 好恐怖的雷霆 从地面上爬起身来 萧炎望着 已经光秃秃的小岛 忍不住地清晰了一口凉气 里面怎样了 拍去身体上的灰尘 萧炎望着周围浓郁的青色雾气 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缓缓地对着其中走近 随着逐渐地走进小岛中央 半空之上的青色火焰 再度浮下出 只不过现在的青色火焰 已经恢复了先前的拳头大小 安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不断地变换着形态 目光从一火中一下 在那地面之上 浑身焦黑的巨蛇 正毫无声息地静躺着 冰凉的躯体 与死蛇无遗 失败了吗 望着这节严重缩水 外表被焚烧得有些恐怖的巨蛇 萧炎轻叹了一口气 一代窦黄强者 便是这般烟消云散了吗 唉 还是稍是一伙吧 轻轻摇了摇头 萧炎绕过了巨蛇的尸体 来到一伙之下 刚欲询问要老如何处理 轻微地咔嚓声响 忽然从身后响起 听着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萧炎身体猛然一颤 缓缓地扭转过头 望向声音的发源地 顿时 瞳孔猛然缩成了针孔大小 第216章 七彩吞天蟒 在萧炎的注视之下 那节僵硬软倒在地的 缓缓地脱落而下 脱落的速度逐渐地加快 到的最后 萧炎似乎能够模糊地看见 在那巨蛇尸体之内 隐隐有着什么东西 即将要破体而出 孤 望着这有些灵异的一幕 萧炎浑身汗毛微微 倒树了起来 咽了一口唾沫 缓缓转过身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 那不断脱落着焦黑表皮的巨蛇 小心翼翼地退后了几步 心中急声问道 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舌体内 又开始出现一股气息了 药老的声音中 此时也是多出了几分凝重 他进化成功了 眼瞳微缩 萧炎声音干涩地问道 好像是吧 小心一点 药老也是有些不太清楚 所发何事 所以回答的 也是略微有些含糊 文言 萧炎心头微沉 瞬间后 偏头望着半空中的青色火焰 当机立断地道 老师 如何收取一伙 快点 没时间了 等那东西出来 恐怕我们就 小心 萧炎的话语还未说话 药老的急喝声 猛地在心中响起 在药老喝声响起之时 萧炎心脏猛然一紧 一年多的苦修 也赋予了他时刻 保持着警戒的毅力 当下脸色微变 脚尖轻点地面 身体急速暴退 碰 在萧炎急退之时 那地面上的巨蛇尸体 猛然发出一声爆炸之声 漆黑的鳞片四处飞射 一截尸体 立马变为了粉末 在巨蛇尸体化为粉末的那一瞬间 一道浩瀚而恐怖的气息 猛然乍放而出 以一种令人骇然的速度 迅速笼罩了这座城市 女王陛下成功了 感受到这股气息之中 隐隐的一抹熟悉感觉 满城上下 无数蛇人面面相去 旋即满脸狂喜 惊天动地的欢和之声 响彻了云霄 在这股浩瀚气息爆发的刹那 紫色光幕之外的骨盒 脸色骤然大变 与此同时 身体几乎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暴退了将近几十米 对着那尽力在半空中的黑袍人大喝道 快走 美毒沙女王进化成功了 别慌 面对着那猛然爆起的恐怖气息 黑袍人却是依然保持着平静 别人虽然难以感觉出气息中的异样 可他却是清楚地察觉到 这股气息虽然强大的恐怖 不过却是隐隐有着一种厚利不济 他的感应也并未出错 在这股气息爆发出来之后 仅仅十来秒时间 果然便是犹如潮水一般 急速地缩回了光幕之中 随着气息的再度湮灭 城市中的欢喝也是嘎然而止 所有蛇人都是一脸愕然 满心忐忑与期盼 在那股恐怖气息忽然暴涨起来之时 硝烟脸色略微苍白了几分 脚掌踏着地面 眨眼时间便是暴退了将近十多米 气息的湮灭而下 同样是让的硝烟心中有些错愕 不过此时 他可不敢再掉以轻心 微眯着眸子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 因为蛇体的爆炸 而将落起许些黑色灰尘的地带 掌心之中满是汗水 黑色灰尘逐渐地洒落而下 在某一刹那 一条七彩光影 猛地自雾其中暴射而出 光影的速度 几乎是穿透了空间的阻碍一般 快得有些让人措手不及 漆黑的眼眸之中 七彩光芒微微闪烁 硝烟满脸惊骇 在未搞清楚 对方究竟什么什么东西之前 他可不敢与之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妈的 速度太快了 然而 即使是硝烟想要躲避 可七彩光影的速度 实在是快捷得有些恐怖 即使是当初硝烟在魔兽山脉 所见过速度最快的云枝 与枝比较起来 也是要明显插上大大的一截 体内的斗气 刚才刚刚启动 那七彩光影所携带的尖锐破风声 便是在耳边响了起来 碰 在千金一发之刻 森白色的火焰 猛然自硝烟体内生腾而出 炽热的温度 将周围的空气 熏烤得不断扭曲着 之日 似是察觉到森白色火焰的威力 那条对着硝烟急射而来的七彩光影 没有丝毫的前夕 骤然将身躯停滞在了硝烟身前 急动与急静之间 几乎被转换的魂原天成 没有丝毫的扭曲之感 七彩光影停在硝烟的面前几公分之处 也终于是将它的身体 给暴露在了后者视线之中 脸庞上物字泛着先前那番 惊心动魄的冲撞 而带来的惊恐 当硝烟望着出现在面前的生物之时 惊恐忍不住地转换成了呆滞的恶然 看上去颇为的精彩 出现在硝烟面前的生物 是一条仅仅只有两公分左右细长的小蛇 它通体布满着细小的七彩鳞片 但紫色蛇童 隐隐有鼓腰翼的感觉 一股异样的清新香味 缭绕在身体之上 虽然现在只是一条蛇身 可却是透着一股优雅与尊贵 虽然小蛇长相并不是太过凶猛 不过却是漂亮的有些过分 这种美丽的生物 恐怕很多女人都会忘记 他们对蛇的恐惧与厌恶 七彩小蛇浑身上下 并没有太多的锋利的攻击部位 不过硝烟却是能够模糊地感应到 这小小的身躯之中 蕴含着即使是窦皇强者 也不敢小觑的恐怖力量 小蛇悬浮在硝烟的面前 但紫色的瞳孔中 没有丝毫的杀戮气息 反而看上去极为的纯粹与干净 虽然硝烟明明知道 这条小蛇 或许便是那凶名震慑 沙漠周围好几个帝国的 美渡沙女王所变化而成 可心中却始终难以 对她生起抗拒之意 七彩小蛇 微微甩动着细小的尾巴 瞪着大大的担子毛子 凝望着面前的硝烟 微微试探着 向前靠了一点点 不过却又是惧怕 硝烟身体之上的森白火焰 当下 赶忙缩回头 微微卷缩起身子 担子的毛子 居然是带着许些楚楚可怜地望着硝烟 身体僵硬地盯着面前 看似人畜无害的七彩小蛇 硝烟是半点都不敢动弹 咽了一口唾沫 心中娜娜地道 老师 就是美渡沙女王 嗯 要老门声点了点头 轻吐了一口气 喃喃道 其身七彩 其同略子 其体饭香 其力通天 没想到 美渡沙女王所谓的进化 原来便是进化灵魂 脱离原有屈窍 用灵魂之力 凝聚成真正的新身体 那她现在进化的东西 是什么 硝烟忐忑地问道 美渡沙女王以前的半生灵魂 便是你先前所见到的巨大紫蛇 那是一种六阶魔兽 紫幽岩蛇的灵魂 据说 这种紫幽岩蛇 似乎体内流淌着一抹 远古异兽的血脉 如果机缘足够 这种紫幽岩蛇 能够激活体内的 那似淡薄血脉 从而进化成为 他们的远古祖宗 当然 这种几率 极其微薄 甚至微薄到了 可以忽略的地步 耀老轻声道 那堪与斗圣强者 相抗衡的远古异兽 被人称为七彩吞天蟒 而辨认他的标志 便是 其身七彩 其同略子 其体范香 其力 通天 刚好与面前的七彩小蛇一样吗 眼角微微抽搐 萧炎心中身影道 嗯 如果不出我意料的话 现在面前的这条小蛇 便是那传说中的七彩吞天� 同时 也是美渡沙女王的新躯体 耀老叹息道 咽了一口唾沫 萧炎有些难以置信地 望着面前 这条人畜无害的漂亮小蛇 这东西 便是那能够与斗圣级别的传说强者相抗衡的远古异兽 嗯 不对啊 如果她是美渡沙女王的话 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她对我的半点杀意 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真是那凶恶女人的话 恐怕现在已经当场拍死我了吧 紧紧地盯着小蛇眼瞳中 犹如新生婴儿般的好奇 萧炎有些茫然地问道 这个 我不知道 耀老尴尬地道 或许 在进化的时候 被刚才那倒雷给劈傻了吧 听着耀老这话 萧炎脑袋上顿时浮现几条黑线 舔了舔嘴唇 轻声道 老师 我觉得她似乎 没什么杀意啊 要不 把古灵冷火撤下去试试 这 好吧 小心点 文言 耀老迟疑了一下 方才点了点头 随着耀老的话落 萧炎身体表面上的森白火焰 便是迅速湮灭 带得火焰完全消失后 萧炎紧了紧满是汗水的手掌 盯着面前的七彩小蛇 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女王陛下 对于萧炎的喊声 小蛇 没有丝毫地回应 眨巴着晶莹的宛如水晶般的毛子 蛇尾一摆 缓缓地对着萧炎 悬浮着游了过来 望着她的举动 萧炎指得心惊肉跳地保持着尽力 七彩小蛇围绕着萧炎旋转了两圈 并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 这让得萧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再度甩着尾巴旋转了一圈 七彩小蛇忽然停留在萧炎手掌上空 晶莹剔透的毛子 带着许些垂涎的紧盯着萧炎手指上的那眉纳戒 然后抬起头颅 冲着萧炎发出几声轻轻的嘶鸣声 轻柔的声调 宛如是在撒娇一般 第217章 收服清廉地星火 瞧得七彩小蛇这般举动 萧炎嘴角一裂 心中苦笑道 我敢打赌 他绝对不会是美毒沙女王 以他那高傲的性子 不可能这般 现在的他 似乎和那出生的小蛇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灵性更大而已 难道进化的时候 把以往的记忆给破坏了 要老对此 也是满头雾水 愣了一愣 萧炎眼眸微眯 一股莫名的意味在其中闪掠而过 笑道 他似乎对我戒指中的什么东西感兴趣 说着 萧炎手指轻弹在那戒之上 一些东西出现在了掌心之上 七彩小蛇凑过来 视线扫了扫 甩动着蛇尾 不断地摇着头颅 显然 这里并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将东西收回那戒之中 萧炎也不脑 极有耐心地 将那戒之中的东西 一样一样地拿出来 片刻后 当他再度取出一个 盛满紫色液体的小玉瓶时 那蜷缩在半空中的小蛇 顿时犹如瞬移一般出现在了掌心处 将细小的蛇头探进玉瓶 用蛇性狠狠地添了几口 这是 瞧得那很快 便是少了将近十分之一的半生紫晶圆 萧炎脸庞上浮现一抹肉痛 不过好在 这小家伙也知道紫晶圆的厉害 当下也并未过多地贪婪吸取 在添了几口之后 便是将头抽了出去 晶莹清澈的蛇眸中 跳动着兴奋与满足 七彩吞天芒 也是火属性的异兽 对紫晶圆这种 充斥着纯净火属性能量的东西 自然是颇为喜欢 瞧着七彩小蛇的兴奋镜 要老笑道 萧炎微微点头 有些肉痛地 将少了一些的半生紫晶圆收了回去 似是因为吸收了半生紫晶圆的缘故 七彩小蛇望向萧炎的毛子中 更是少了许些戒备 清楚地察觉到 小蛇目光中的变化 萧炎心头微动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 轻轻地抚摸着那娇小的身体 瞧得萧炎的举动 七彩小蛇只是微微扭了扭身子 便是放弃了躲避 然后扭着小脑袋 在萧炎的手掌上 懒懒地蹭了蹭 望着小蛇丝毫没有敌意的举动 萧炎眼眸中 异样光芒猛然大涨了起来 嘿嘿 小子 你打算把这小东西收在身边 似是清楚萧炎的所想 要老的声音 顿时在他心中响了起来 嘿嘿 甘笑了两声 萧炎舔了舔嘴唇 心中略微有些激动的道 这可是一个潜力无限的远古异兽啊 若是能够收尾己用 那可不比掌控一种一伙叉啊 七彩吞天蟒的确很强悍 不过现在的他 明显只是处于右升阶段 虽然他体内蕴含着极为庞大的力量 不过想要将之完全开发出来 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时间的磨练 而且你要知道 不管这七彩吞天蟒现在如何温顺 可他的本体 我敢打赌 绝对是美毒杀女王 或许现在他因为一些缘故 而变成这模样 不过日后谁也不能保证 他会不会忽然回复记忆 到时候 要老陈生道 你应该清楚 美毒杀女王的高傲与狠辣 对于你这竟然敢趁机 当了他的主人的家伙 以他的性子 说不定会当场宰了你 啊 抚摸着七彩小蛇的手掌微微一僵 小眼紧皱着眉头 沉淹了许久之后 轻吐了一口气 低声道 可若是他 没有回复记忆呢 现在的他 就犹如是那出生的小兽一般 我是他第一个见到的人 不管如何 我想 他对我应该没有太大的敌意 不然也不会一出现 便是赖在我身边寻找食物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一个日后或许堪与斗胜这种传说 强者相抗衡的远古异兽 那可是具有致命诱惑力的 你这是在赌博呀 要老无奈地叹道 嘿嘿 为了一名以后的超级打手 赌博一次又有何妨 若日后真的出现那种状况 不是还有老师吗 到时候打不过 那我们就逃吧 小颜嘿嘿笑道 唉 希望你这家伙 不会玩火自焚吧 要老苦笑道 小颜轻笑了笑 手掌小心翼翼地 将七才小蛇给捧在手中 对于他这种温柔举动 七才小蛇也并未反抗 尾巴一摆 便是缠在硝烟手腕之上 然后甩着身体 宛如是在荡鞦韆一般 小家伙 跟着我走好不好 将小蛇放在面前 硝烟笑眯眯地低声道 那神情犹如是在欺骗路边 迷路的小女孩一般 睁着紫色蛇眸 七才小蛇盯着面前的少年面孔 眸中闪过一抹颇为人性化的茫然 立起身子 就这般愣愣地盯着硝烟 瞧得七才小蛇这奇异的举动 硝烟心头微跳 面容上的笑容略微有些尴尬 他似乎隐隐地察觉到 在七才小蛇的身体之内 一个成熟而高傲的灵魂 正在冷冷地瞥着他这低烈的表扬一般 轻咳了一声 硝烟眼珠转了转 手指在那界上轻弹了弹 一瓶半生紫晶圆 再度出现在掌心之中 拿出一只小小的白玉棒 在其中沾了几滴紫晶圆 然后放在七才小蛇面前 轻轻地摇晃着 在紫晶圆出现之时 七才小蛇蛇眸中 便是光亮大圣 那抹人心化的茫然迅速消失 睁开嘴巴 对着硝烟吐着蛇性 犹如是在讨要一般 嘿嘿 随着七才小蛇的这般举动 其体内的那道成熟而高傲的灵魂 似乎也再度沉寂了下去 当下 硝烟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不管那不知道 究竟存不存在的美毒杀女王灵魂怎样 至少现在的七才吞天蟒 还没有能力抗拒紫晶圆所带来的诱惑 将紫晶圆滴进小蛇嘴中 后者满意地砸巴着嘴 片刻后 蛇尾交缠着硝烟的手腕 然后溜进了她的袖袍 逐渐地陷入了沉睡 哈哈 望着七才吞天蟒的这般举动 硝烟嘴角一裂 顿时大笑了一声 在紫晶圆的帮助下 至少她的关系与前者 正在迅速地变得亲密起来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硝烟相信 一定能够在她变得成熟 并且具有人类的灵智之前 将两者的关系 打磨得牢固可靠 手掌温柔地拍了拍袖袍 硝烟脸庞上的喜意 几乎难以掩饰 将手中白玉棒上 所沾染的一丁点子晶圆 天进肚中 任由那股炽热的能量 在体内奔腾着 硝烟咧嘴一笑 先前走了几步 然后抬头望着半空之上的 那团青色火焰 微微一笑 几经波折 这清廉地星火 终于是再度回到了 自己的面前 虽然心中极其迫切 不过硝烟却并未有所 轻举妄动 一火这东西 就犹如那炸药一般 一个动得不慎 就会如同先前一般 猛然爆发出 毁灭般的力量 它可不是美度杀女王 别人能够撑一会时间 可换作她的话 不出十秒时间 就会彻底地化为一片虚无 老师 现在该怎么收取它 满脸垂涎地 望着半空中的一火 硝烟急忙问道 收取一火也不容易啊 它会将一切靠近的东西 焚烧成虚无 包括能量 除了一些特异之物外 便只能用源源不断的能量 将之强行包裹 然后带走了 我想 当初的美度杀女王 应该便是用的这种办法吧 要老沉引道 不过 那对于能量的消耗 实在是太大了 凭现在的你 恐怕即使是将 气旋中的所有斗气 运转了出来 也不可能将之移动出这个小岛 嗯 那怎么办 文言 硝烟脸色顿时一垮 苦细细地问道 哼 我们自然是不可能 采取美度杀女王的那办法 我们都消耗不起 要老笑呵呵地道 先前所说 是对于别人而言 可你却是不同 你有着一个 能够轻易将青莲的星火 带走的器具 愣了一愣 小岩眨巴着眼睛 片刻后 恍然道 你说说青莲莲花座 呵呵 正是 青莲莲花座 与青莲地星火同出一脉 用它来承载后者 不仅能将一火的温度 压制得不外一而出 而且安全系数 可比直接用能量包裹 要高尚极多 要老笑道 微微点了点头 小岩手指快速地 弹在那戒之上 顿时 青色光芒 从那戒中缓缓生腾而出 最后悬浮在小岩身前 在那青色光芒之内 犹如艺术品般完美的青莲座 微微旋转着 释放着淡淡的能量 手掌托着青莲座 小岩将之对着半空中的一火 轻飘飘地抛制而去 而在青莲座 到达一火下方之后 一圈淡淡的青色光照 从中扩散而出 最后悄悄地将青莲的星火 包裹而尽 随着青色光照的缓缓缩小 一火也是没有丝毫抵抗地 逐渐落回了连心之中 顿时 那空荡荡的连心位置 便是生腾起来妖异的青色火焰 成功了 一火的收取 顺利地出乎了小岩的意料 望着那被收进青莲座的青莲的星火 小岩满脸喜悦 小心翼翼地伸手握着青莲座底部 眼睛死死地盯着中心的 那处青色火焰 漆黑的眼眸中 忍不住地掠过一抹激动 接下来 赶紧离开这座城市吧 找个安静的地方 吞噬一火 记住 这段时间 一火不能收进那截之中 不然的话 里面的东西 都会被焚烧成虚无 要老陈生提醒道 嗯 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岩身体微微一颤 紫云一弹射而出 手掌抓了一把回气单赛进嘴中 然后满脸凝重地抬头望着 那即将消散的紫色光照 紫色的光照 在某一刻 终于是砰的一声 化为了漫天细小的光点 在紫色光照爆裂之时 消炎脚掌猛地 狠狠踏在地面之上 身体暴冲天际 然后拖着青帘 拼了命地对着城市之外 狂奔而去 第218章 混乱的局面怎么回事 先前暴退了一段距离的骨盒 在那股恐怖气息湮灭之后 方才有些忐忑地 回到了黑袍人身旁 小心地问道 他不是进化成功了吗 怎么 进化应该出了点问题吧 那股气息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黑袍人微微摇了摇头 轻声道 失败了 闻言 骨盒一愣 旋即略微有些惋惜 以及窃喜地松了一口气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青色烟雾 逐渐散去的神殿 没有忽然一皱 道 一伙的气息 怎么也消失了 里面的能量波动 机器已经平静了下来 至于那一伙 难道是被美毒杀女王破坏了 黑袍人 也是略微有些迟疑地道 应该不可能 虽然美毒杀女王实力强横 不过想要 毁灭一伙 那还尚差了一筹 骨盒摇了摇头 身为炼药师 他自然是最清楚一伙的力量 等烟雾散去 再细细地寻找一番吧 微微皱了皱眉 骨盒无奈地道 老河 怎么样了 两道流光从城墙之外飞略进入城市 最后停留在骨盒两人身旁 视线在下方的神殿中扫了扫 言尸沉声道 刚才那股气息 是美毒杀女王的气息 不过似乎进化出了点问题 或许 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吧 骨盒沉吟道 呼 闻言 炎氏与风鲤 皆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先前的那股恐怖气息 实在是让得他们心中 毫无半点战斗之意 那种级别的强者 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触摸 以及抗衡的层次了 现在怎么办 风鲤目光在城市之中扫了扫 无数道仇恨的目光 让得他眉头微皱 抬头望着较远处的天空 月妹与莫巴斯 正森冷地瞥着他们一行人 偶尔瞟向神殿中的目光 犯着许些焦虑 不过 即使月妹与莫巴斯满心杀意 不过此时 他们却并未强行冲过来 在他们两人的指挥之下 无数蛇人强者 手持蛇毛闪掠上了屋顶 阴冷地死死盯着半空上的几人 这座在蛇人族心中 属于圣城的神殿城市中 蛇人强者也并不少 论起斗王级别的强者 比起骨盒一行人 只多不少 不过唯一缺少的 便是一个能够与那黑袍人 相抗衡的斗王强者 若不是惧怕这位斗王强者 发起飙来 会造成大量伤亡的话 他们恐怕早就一拥而上 将骨盒等人强行击杀了 所以 现在的月妹等人 并未强行进攻 而是指挥着强者 隐隐将骨盒等人包围其中 看起来似乎是想 将之托在城市内 他们是在等待 其他部落首领的到来 若是等他们八大部落的人 来骑之后 就算我们这边有着云宗主 那也会落入下风 毕竟 除开我们三人 五名斗王强者 已经足够让的斗王强者 感觉到麻烦了 而到时候 我们的近况 或许就不会太妙了 这里 毕竟是他们的地盘 而且美度杀蛇位 也不光是摆着看的 虽然他们并不阻拦下我们 可制造一些小麻烦 那也并不难 目光扫过房屋顶上 密密麻麻的蛇人强者 岩石沉生道 虽然他性子粗犷 不过倒也不蠢 略微思量下 便是知道了对方的打算 骨盒微微点了点头 他自然也是知道 对方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东西 还没有到手 就这般退去的话 他实在是有些不甘 当下略微沉吟 低声道 先等等吧 紫色光幕即将消散 等其消散之后 我们立刻进入其中 然后快速地搜索一番 如果发现了一伙 那便带着他 立刻离开这里 若是没有发现的话 那也撤吧 见到骨盒坚持 并且一旁的黑袍人 也并未反对 一言诗与风鲤 互相对视了一眼 也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瞧着两人没有反对的意思 骨盒轻吐了一口气 偏头瞥了一眼 远处满脸冰寒的月妹 以及莫巴斯 然后眼睛紧紧地盯着 那开始变得 若隐若现的光幕 体内雄浑的斗气 开始了急速地流淌 巨大的城市之中 气氛略微有些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放在那即将崩溃的 紫色光幕之上 心情也是犹如 那紧绷的弹簧一般 不敢有丝毫地放松 紫色光幕 笼罩大片天地 缓缓地变得虚幻 在这般寂静的气氛 持续了将近几分钟之后 半空上的黑袍人 忽然扭转过头 眸子盯着西方的天际 淡淡地道 又有一位蛇人强者来了 看其气息 想必是八大部落中的 某位首领 听得他的话 骨盒几人脸色微微一变 皆是回转过头 果然是 见到一道红色的影子 正在闪电般地 对着城市中略飞而来 约目过了一分钟左右 一道全身拢 罩在红色斗气之中的 男性蛇人 闪略出现在了城市上空 目光在半空中扫了扫 最后满脸森然地 停在了骨盒等人身上 该死的人类 你们竟然敢进入 我族的圣场 来人脾气 似乎极为的火爆 一瞧的骨盒几人 愤怒的咆哮声 立马在城市上空 响彻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其身体之上的红色斗气 更是剧烈地 升腾了将近一米左右 远远看去 就犹如是一个火人一般 这家伙是 八大部落中严蛇部落的首领 言刺 虽然脾气极为火爆 不过实力 却在八大部落首领中 排行前茅 当年蛇人族 与加玛帝国开战 不少帝国强者 都死在他手中 是个很棘手的对手 微皱着眉头 望着忽然出现蛇人 风铃略微有些无奈地道 闻言 骨盒眉头一皱 目光扫过对方 道 这般算来 他们已经是到了三名斗王了 不过还好 美杜莎蛇尾的队长花蛇 已经暂时地失去了战斗力 光照马上要破裂了 黑袍人凝望着面前的紫色光照 低声道 这光照是先前美杜莎女王 变成蛇体后 倾尽全力 而释放出来的光目结界 所以 即使是以他斗王的实力 也难以将之从正面击破 唯有静等着他自动消散 听到黑袍人的话 骨盒几人脸色一紧 也懒得再理会那全身冒火的炎刺 皆是赶紧回过头 紧紧地注视着越来越虚幻的紫色光幕 天空之上 瞧得忽然赶来的炎刺 月妹与莫巴斯脸庞大喜 急忙闪略身形 出现在前者身旁 然后低声窃窃私语 将先前所发生在城中的事情 详细地语气说了一遍 满脸怒容地听着月妹与莫巴斯的话语 炎刺身体之上的火红豆气 越来越烈 到的最后 几乎是犹如实质的火焰一般 他紧握着拳头 条条青筋 在粗壮的手臂上鼓动着 眼瞳泛着血红死死地 盯着骨盒众人 嘀嘀的咆哮声中 压抑着无痞的狂暴杀意 一群人类杂种 今日之辱 定要用你们的鲜血来洗涮 对于那狂暴的机遇是人的言刺 骨盒等人直接选择了无视 目光紧紧地盯着光幕 在某一刹那 紫色光芒微微一亮 玄机轰然爆裂 漫天细小的能量碎片 洒落天际 在紫色光幕破碎的那一刹 半空上的骨盒等人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闪电般地飞掠而下 一头冲进了那青色烟雾 还未完全散去的神殿之中 随着骨盒几人的动作 无数蛇人发出愤怒的咆哮 一道道影子 在房屋之上跳跃闪现 然后都是铺天盖地地 冲进了那神殿之中 一声声呼喊女王陛下的吼声 响彻了城市 此时 凭借着先前的记忆 骨盒几人迅速地穿梭过神殿 出现在了那处小岛上空处 或许是由于美渡沙女王的消失 原本这里的飞行禁止 也是完全地消散 所以骨盒等人 毫无阻碍地 落在了湖中心的小岛之上 脚掌踏上地面 骨盒几人目光急忙四下扫动 可却并未发现半点一伙 以及美渡沙女王的踪迹 黑袍下的毛子在周围扫过 黑袍人忽然蹲下身子 捡起一块焦黑的鳞片 带眉微微皱了皱 难难道 他真的被一火烧得灰飞烟灭了 该死的 一火呢 骨盒灵魂感知力 迅速地笼罩着小岛 可却依然没有 发现任何一火的气息 当下从容的脸庞上 露出一抹愤怒 黑袍人站起身来 袖袍清灰 一股剧烈的狂风猛地 自其立脚之地暴涌而出 周围的青色烟雾 也是被一仙而光 顿时 视线迅速变得清晰了起来 随着青色烟雾的消散 光秃秃的小岛 也是彻底地暴露在了 所有人的眼中 望着小岛上 一些有些恐怖的光滑深坑 众人能够想象出 这里曾经经历了何种破坏 没有一火 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小岛 岩尸沉声道 风离双掌之间 暴涌出铺天盖地的细小锋刃 将那些疯狂对着小岛扑来的蛇人 震飞而出 回过头来 催促道 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 就来不及了 在我的感应中 又有一位蛇人强者 即将赶过来了 闻言 骨盒牙齿紧咬着 片刻后 深吐了一口气 满脸不甘地道 走 听得骨盒这话 岩尸与风离 皆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 当他们准备撤退之时 远处包围而来的蛇人大队之中 却是忽然地骚乱了起来 目光随意地瞟过 骨盒的眼瞳骤然紧缩 在那远远的天空之上 一个手托青莲座的人影 正在疯狂地奔掠着 而在那青莲座之上 妖艺的轻火 不断腾烧着 一火 死死地盯着那 越来越渺小的人影 骨盒忽然发出一声 愤怒的咆哮 自己等人一番冒死 将蛇人强者牵制住 没想到 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当下他气急攻心 低吼道 该死的家伙 竟然敢把我们当枪使 追 狠狠地一挥手 骨盒浑身斗气狂涌 背后的斗气之意狠狠煽动 然后疯狂地对着 那人引狂追而去 其后 黑袍人以及岩师两人 也是紧紧相随 第219章 邪宝而逃 骨盒几人刚刚飞掠出小岛上空 三道光影 便是闪电般地出现在 他们飞行的路线之上 现出了满脸阴寒的月妹三人 在他们的身后 是那近乎铺天盖地的蛇人大军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我蛇人族是什么地方 岩刺身体之上 火红的斗气 犹如生疼的火焰一般 怒视着骨盒等人 声音如怒雷一般 在城市之中滚动着 滚开 瞧得路线被阻 心急火燎的骨盒 抬头望了一眼 那已经几乎变成一个 小黑点的人影 忍不住的一声怒吓 手掌一挥 淡蓝色的火焰 在身前急速凝聚成火球 然后携带着炽热的静气 狠狠地对着岩刺己人暴视而去 淡蓝色火焰一出现 周围的气温便是急速升高了许多 看来 又是差了许多 想来应该是和硝烟的子火 差不多的东西吧 哼 论起炼药术 在这里的确是无人能挤你骨盒 不过论起战斗力 你还是给本大爷滚一边站着吧 然而 虽然蓝色火焰声势不凡 不过炎刺却并未有所惧怕 脸庞之上 反而充斥着不懈的冷笑 手掌探出 微微一握 身体之上火红的豆气 猛然凝聚成一条 足足有丈许大小的火焰手掌 抱射而出 将那蓝色火球轻易地包裹其中 然后狠狠一捏 随着一道轻微的闷响 蓝色火球 顿时化为漫天细小的火焰 逐渐消散 初一接触 明显是炎刺在实力之上略占上风 想来他的心急 应该比骨盒要高尚一些 月妹冰冷地撇着面前的骨盒众人 微微偏过头 美眸凝望着远处空中的细小黑点 带眉微皱了皱 不知为何 那背影总是给他一种有些熟悉的感觉 轻甩了甩头 略微沉吟了一下 放弃了派人追杀的念头 现在他们最主要的敌人 还是骨盒等人 而且 此时本就有些陷入下风的他们 也不可能奋出一名斗王强者前去追杀 而没有斗王强者的飞行速度 只派斗邻居的话 没有斗气之意的他们 又不可能将之追上 所以 百般无奈之下 月妹也只得放弃了追杀的打算 杀了他们 一群短尾蛇 瞧得骨盒吃扁 一旁的岩尸身体之上 凶猛的斗气也是暴涌而出 冷喝道 我来拦住他们 你们去追先前的人 若是晚了 一伙就得真的落入他人之手了 黑袍人身形微微一动 静止闪现在骨盒三人面前 低喝道 闻言 骨盒略微迟疑 便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于他的实力 他没有丝毫地怀疑 凭对方三名斗王 还不可能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 当下也不废话 手掌一挥 带着岩尸两人 对着另外一个方向暴略而去 给我滚回来 乔得骨盒等人的举动 言刺三人一声怒喝 身形刚欲闪掠而过 黑袍人影 却是犹如鬼魅一般浮现在面前 袖袍清灰 一股剧烈的钢风涌现天际 钢风之中 铺天盖地的青涩巨大锋刃暴射而出 将三人刮得急速倒退 你们的对手是我 随意地立在半空之上 黑袍人淡淡地道 没有了美毒杀女王这一强力对手 他几乎已经是 成为了此地的最强者 以一挡万 对于他这种级别的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海口 杀了他 森冷地盯着面前的黑袍人 即使是脾气暴躁的言刺 也知道对方远非先前的骨盒可比 当下一声力喝 三道凶猛的气势冲天而起 玄机三道光影猛然交错 携带着凶猛的劲气 狠狠地对着黑袍人围杀而去 趁着言刺三人 被黑袍人阻拦的空当 骨盒三人猛地狂射而出 一路横冲直闯地穿过 大批蛇人组成的防线 然后瞬间闪出城市 满脸怒火地 对着先前黑影消失的方向 狂追而去 城市上空 黑袍人平静地望着 三名围攻而来的窦王强者 身体从容的轻微闪避 随手间轰击而出的尖锐劲气 便会将一人阵的急速倒退 偶尔间 有着下方无数蛇人投射而来的毒矛 不过这些毒矛 每当在进入其周身一定范围之时 便会被骤然涌出的狂风 给吹得胡乱飞射 反而是给月妹三人 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然而 即使黑袍人能够从容不迫地 面对着三名窦王的攻击 不过想要轻易地击杀他们 却同样是略微有些困难 毕竟这三人彼此间配合也算默契 每当黑袍人下重手之时 三人都会合力将之阻拦 虽然阻拦得依然有些勉强 不过至少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势 因此 倒也是勉强地 在半空之上 与一名窦王强者僵持了下来 举止从容地应付着月妹三人 那近乎已经拼命地凶悍攻击 伴上之后 黑袍人微微偏头 眼角瞟了一眼 先前骨盒等人追掠的方向 发现他们已经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这才轻松了一口气 袖袍猛的一挥 浑身气势在此刻骤然变得凌厉了起来 脚尖轻点虚空 身形向上暴射了十几米 双手闪电般地接触硬结 一声清冷低喝 风回大地 随着喝声的落下 青涩实质狂风 猛然浮现在黑袍人头顶上空 轻压压的一大片 宛如一团团厚实的青涩云层一般 手掌轻轻挥下 天空之上的青涩狂风 急速下压 在狂风的压迫之间 一道道深青涩的锋刃 犹如是下起了密集的小雨一般 铺天盖地的暴射而下 感受到天空之上压迫而来的凶猛静气 月妹三人脸色皆是有些凝重 三人背靠着背 三股属性各不相同的斗气柱 猛然冲天而起 有如三道撑着天空的晴天之柱一般 将那缓缓压下的青涩十字狂风 顶在半空 动弹不得 凝望着那被青涩狂风云层所拖住三人 黑袍人忽然偏过头 望着沙漠的东北方向 轻声喃喃道 又来了两人啊 看来该退了 洁白如玉的仙手 缓缓收回黑袍之中 黑袍人不再停留 背后青涩的斗气之意 微微一震 化为一抹黑色光线 瞬间闪现在城市之外 然后迅速消失在 先前骨盒等人奔略的方向 在黑袍人消失之后不久 沙漠的东北 以及西南方向 两道光影追星赶月一般的闪略而来 片刻后 出现在城市上空 低头瞧着城市内的一片慌乱 脸色都是极为难看 双手急速挥动 两股庞大的斗气 狠狠地 砸在那巨大的青涩风层之上 在里应外合之下 方才将之破解 追 破去了风层 月妹三人再度闪略上天空 来不及和刚刚来到的 两人打招呼 一声力喝 三人率先对着黑袍人消失的地方 疯狂追掠而去 后面的两人在略微一愣之后 也是赶紧跟了上去 五道流光 携带着惊天气势 瞬间划过天空 然后消失在天际之边 茫茫沙漠 风沙肆虐 视线之内 千篇一律的金黄之色 延伸至视线的尽头 蔚蓝的天空之上 一道人影忽然狂猛飞掠而过 巨大的风压 直接在沙面之上 压出一道浅浅的沙痕 仅仅是过了片刻时间 沙痕便是被狂风所携带着黄沙 给完美地遮掩了起来 在人影飞掠而过之后不久 三道光影紧急而至 刚刚被填好的黄沙之上 顿时 再顿多了三条更加庞大的沙痕 三道光影飞走 又出现一条速度更加恐怖的黑影 黑影消失后 五道光影再度闪现 经历了这般反复的摧残 这块黄沙地面 似乎都是在狂风中 发出了滴滴的无奈乌液 手掌拖着青帘 硝烟疯狂地震动着紫云液 借助着狂风间的气流 他的速度 几乎比那沙漠中最快捷的飞兽 还要恐怖 身下的黄沙飞掠而过 若不是有着药老指点 在这种没有半点标志的沙漠中 硝烟恐怕会直接迷失方向 舌头在嘴中微微一舔 将两枚回气单吞进肚内 硝烟那塞满嘴巴的回气单 已经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被吞下了将近一半 由此可见 这般不要命的飞掠 消耗的斗气 只见在那视线的尽头处 三个小黑点 正逐渐地变大着 我靠 这些家伙 也太切而不舍了吧 望着那这么快追上来的 骨河等人 硝烟心头也是略微 有些惊慌了起来 那可是三名斗王强者啊 若是正面对碰 恐怕一个巴掌 就能把自己给拍死 阁下 在下加马帝国骨河 还请朋友 能将手中的一伙物归原主 请放心 只要一伙完善 骨河绝对不会 让朋友吃亏 赫生被斗气所蕴含 响彻在这片沙漠之上 经久不息 交给你才有鬼了 心中暗自嘟囔了一声 硝烟眼角向后瞟了瞟 不由地暗骂了一声 这些家伙口上说得好听 可追赶的速度 却是越来越急 双方的距离 也是间隔得越来越近 没有回答骨河的话 硝烟刚欲收回目光 眼瞳却是微微一缩 只见在骨河三人身后的不远处 一道黑影 正以一种极其害人的速度 暴力而来 第220章 千里逃亡糟了 那位窦皇追过来了 这家伙速度太恐怖了吧 瞧得那竟然这般快 便是脱离了蛇人强者的阻拦 并且顺利追赶上来的窦皇强者 硝烟顿时头皮一麻 急忙在心中喊道 老师 知道了 接下来的路程 便由我来支持你逃吧 对方人多势众 绝不能被他们拖住 不然的话 我即使能带着你逃走 可一伙 也将会被他们所夺去 此时要老的声音中 也是多了一份凝重 一名窦皇 三名窦王所组成的阵容 即使是他 也不能小觑 嗯 拜托了 无论如何 这次我们都不能 把一伙再弄丢了 硝烟重重地点了点头 苦笑着恳请报 呵呵 知道了 笑着答应了一声 药老逐渐地陷入了沉默 瞬间之后 凶悍无匹的灵魂力量 猛地自硝烟体内抱涌而出 只是眨眼时间 便是取代了他的身体控制权 随着要老灵魂之力地涌出 硝烟身体微微一颤 背后的紫云一之上 缓缓浮现出微微游动的模样 犹如火雾一般 极为的玄傲与神奇 这种奇异现象 只有将紫云一催动到极限方 才会出现 以硝烟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半道这点 不过对于要老来说 却是轻而易举 在紫云一浮现了紫色云纹之后 硝烟的飞略的速度 几乎是在瞬间暴涨了将近一倍之多 疯狂飞略的身形 在穿过空气之时 竟然是使得空气出现许些阴暴之声 可见 硝烟此时的速度 如何害人 随着硝烟速度的暴涨 那本来已经正在逐渐 向他靠近的骨盒等人 顿时距离再度被拉了开来 远远的后方 骨盒三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方 那几乎是在瞬移一般的人影 心中皆是不由地涌上一股无力 这种速度 也实在是太快了吧 简直是堪与一名 风属性的痘狂速度相媲美啊 难道那家伙 也是一名痘狂 心中飞快地闪过一道念头 骨盒脸庞微微一变 旋即狠狠地握了握拳头 就算对方是一名痘狂 骨盒也绝对不会任由他 将一伙顺利带走 要知道 为了得到这一伙 他可是付出极为丰厚的酬劳 方才请动了十大强者之中的岩狮 以及风鲤 冒险进入沙漠深处 陪他来抢夺一伙 所以 无论如何 这一伙 他都不会放弃 即使对方是一名痘狂 那也不可能 在消炎速度暴增之时 一旁的岩石以及风鲤 脸色也都是忽然变得极其难看了起来 显然 他们也是和骨盒想到了一起去了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是微微苦笑着摇了摇头 想要得到骨盒所说的丰厚报酬 果然是有些不容易 本来还在为那美度杀女王的消失而庆幸之时 没想到这面前 竟然又再度出现了一名不知道 底细的神秘强者 这一波三折的变化 实在是让得这两位名镇加玛帝国的强者 有些感到无奈与苦涩 一伙 果然是能够让得很多强者疯狂的东西 苦笑着喃喃了一声 风鲤偏过头望着那满脸阴沉怒意的骨盒 没想到这平日里从容洒脱的炼药大师 在这一伙面前 也是难以保持以往的风度 这实在是让得他 再度亲身领略了一次一伙的诱惑力 追 他倒要看看 他是那里的强者 只要知道他的身份 哼 我就不信 在这加玛帝国 还有我骨盒得罪不起的人 压抑着怒气地低哼了一声 骨盒背肩斗气双翼微微一震 速度也是猛然加快了许多 对着那遥远处的小黑点 快速追掠而去 嘿嘿 老河看来是真的动怒啊 不知道那家伙 究竟是哪里的强者 若是加玛帝国的话 恐怕他会很倒霉 得罪了一名六品炼药师 那可不是什么太过好玩的事情 瞧得已经泛起怒气的骨盒 言尸不由地咧嘴笑道 风鲤微微点了点头 的确 一名六品炼药师 即使是斗皇强者 也不会轻易将之得罪 毕竟炼药师的裙带关系 实在是有些恐怖 只要知道你的身份 他可以每天邀请大批好友 然后轮番上阵 到时候就算打不死你 那恐怕也得累死你 然而骨盒三人 虽然再度增加了一些速度 不过依然是远远地 被吊在消炎身后 而且这个距离 还正在被逐步地拉大 这一情况 将骨盒气的脸色略微有些铁青 可却是有些无可奈何 毕竟他们都已经将速度 开启到了最巅峰状态 想要再快 却是已经有些不可能了 就在骨盒被越来越远的距离 气得有些咬牙切齿时 远远的身后 黑影闪电般地追掠而来 片刻时间 便是出现在了他们前面 瞧得闪现在前面不远处的黑袍人 骨盒脸庞上 顿时涌现一股喜悦 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急忙喊道 快拦住那家伙 嗯 黑袍下 传出清冷的淡淡声音 不过黑袍人却并未立刻加速 反而是减慢了一点 转过身来 微微抬头 一截雪白优雅的下巴 暴露在赤日之下 轻声道 我去追他 你们现在立刻分开 各自飞出塔格尔大沙漠 然后在沙漠之外的岩城集合 我若是追上那人 我会将一伙带回去 为什么要分开走 闻言 骨盒一愣 愕然问道 蛇人强者追过来了 他们的速度在沙漠中极快 而且 他们已经汇聚了 五名斗王强者 若是我一直护持着你们 倒也能把你们安全送出沙漠 不过那追击前面那人的事 恐怕就得 黑袍人淡淡地道 这么快吗 心中略微惊了一下 骨盒沉引了瞬间 当机立断地低喝道 好吧 分开走 前面的人 便拜托你了 至于我们自己 你无需担心 虽然不可能和后面的 蛇人强者硬碰 不过想要走出沙漠 却并不困难 嗯 黑袍人微微点头 叮嘱了一声之后 便是斩动着青色斗气双翼 对着硝烟消失的地方 闪电般地追击而去 拜托了 一伙一定要夺回来 望着黑袍人的身影 骨盒高声呼喊了一句 带着前者消失在视线之内后 这才紧皱着眉头 回头望了望天际尽头 沉声道 老师 风鲤 分开走吧 记住 严惩见面 小心点 嘿嘿 好吧 可惜 本来还想和蛇人战斗一番的 不过看现在的情况 似乎没这个机会了 严实点了点头 笑道 机会以后有的是 现在他们人多 还是先撤吧 骨盒有些勉强地笑道 呵呵 你也别太担心了 云宗主的实力 你还不知道吗 他一定能追赶上前面的那家伙的 瞧得骨盒的面容 风鲤笑着安慰道 唉 希望吧 若真是实在不行的话 那多半 是我与一伙无缘吧 轻叹了一声 骨盒对着两人拱了拱手 沉声道 两位 小心点 告辞了 说着 背后双翼微微一震 便是转身对着沙漠之外抱舍而去 呵呵 我们也走吧 瞧得骨盒消失的背影 岩石与风鲤也是笑了笑 背后双翼震动 转身对着另外一处方向暴略而去 在三人消失之后的不久 五道光影 宛如流星一般的闪略而来 片刻后 停顿在了先前骨盒三人所站立之处 他们分开了 略微感应了一下 月妹微皱着带眉 望向其他四人 怎么办 分开追 月妹 你们追杀骨盒三人 我与颜刺追杀那名窦黄 一位身着灰袍的蛇人 轻声道 这位蛇人年龄颇大 脸庞上皱纹满布 他明显是在几人中声望颇为不低 所以听到他的安排 就是连那脾气暴躁的颜刺 都为出言抵抗 英老 你与颜刺两人 可不是那名窦黄的对手啊 在盛城 我们三人齐上 也被他轻易地走脱 莫巴斯皱眉道 放心吧 我们并不会与他硬碰 沿途我一直留下了标志 南蛇那几个家伙若是赶来 会跟着我的标志追赶上来 到时候 我们几人会合 那位窦黄也吃不了好 倒是你们 若是追赶上了对方 一定要给 留下深刻的教训 大模大样的直床 我蛇人族 若是毫发无损地走了出去 我蛇人族的脸面 不是全被丢光了 灰袍老者 声音有些嘶哑地阴朗道 嗯 月妹翘脸布满冰霜 微微点了点头 也不再废话 与另外两人对视了一眼 背后斗气之意斩动 闪电般地 对着先前骨盒三人 分散的方向暴力而去 走吧 言刺 我曾经与加马帝国的 三位斗黄强者交过手 若是能与那位黑袍人 接触一下 应该便能认出他的身份 就算这次被他跑了 可等日后 我蛇人族 也会找回今日的场子 望着迅速消失的月妹三人 灰袍老者 微眯着浑浊的老眼 淡淡地道 嗯 言刺点了点头 眼瞳中跳动着凶光 背后双翼微微一震 与灰袍老者 化为两道光影 同时对着先前黑袍人 飞略的方向暴力而去